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团随后在尖沙咀登上开棚巴士 有途径的人希望近距离一堵航天员的风采 四位航天员都有揮手回应 巴士经过尼敦道 驶到去佐敦上海街 队员对两旁的堂楼都挺感兴趣 由巴士河之后他们抵达香港艺术馆 代表团之后再转到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 代表团又在故宫文化博物馆里面逗留大约两个钟 期间亦都在博物馆里面用膳 全程以闭门形式进行 他们最后一站来到礼宾府出席宽送仪式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 感谢代表团的交流为本港带来增进民族志豪 探索科学科技 和鼓励追逐梦想界三伙总指 我相信香港市民都能深深感受到 中国人只要实现航天梦的忠诚上 具有坚定的奋斗决心 我和香港市民都热情地期望 我们的港产太空人梦想可以实现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三个种子 能在青少年的心中发芽 开花 结果 因为他们是将香港建设成为 世界创新科技中心的生育军 代表团之后经港珠澳大桥 前往澳门访问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导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晚上出席澳门特区政府 为他们设的欢迎晚宴 行政长官何一成等多个官员都有出席 何一成又向代表团 致送由金莲花和灯塔图案组成的持专画 代表团星期六会出席中国载人航天专场报告会 星期日又会到澳门科学馆 和和澳门科技界以及学校的私生交流 这次代表团访问澳门是继成就六号七号 天工一号九号航天工程任务代表团访澳后 第四次让澳门青年目睹国家航天英雄的风采 彰显了国家对澳门青年学生在科技教育上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在后续工作中我们愿意积极支持澳门特区科研机构 以及科学家更多参与载人航天研制建设 特别是共同期待澳门的载核专家 能执行中国载人飞行任务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有企业向科技员公司捐赠一亿 推动本港更多青少年投身创货领域 为期五年的创科人才培训计划 又说让慈善基金捐款支持 首年以航天科技为主题 展开全港中学生航天体验计划 包括举办校内航天广座 组织教育界代表到内地 参观国家航天基地 以及举办航天创新应用大赛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出席活动支持 相信计划全面提升同学对国家航天 事业的了解 为日后投身航天事业奠定基础 又提到近日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 并和市民交流互动 加深市民认识国家航天科技 发展和辉煌成就 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主办单位希望 构建创科人才的成长通道 引领本港青少年 热爱科学 壮大创科人才富 教育局预计 今个学年有超过5万5千个高中生 和教师 参与公民科内地考察团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会以学校问卷 开会检讨等 监管考察团的质量 如果质素不好 会取缔 高中必修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要求学生三年内 至少到内地考察一次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今个学年接获500间学校申请 当中有超过40间学校 申请到广东省外考察 大部分获偏配2日和3日行程 截至上个星期五 已经有36团 超过4千多个师生出发 前往广东 上海 福建 和贵州等地 当局形容学生表现积极 师生评价正面 预料今个学年有超过5万个学生 和5500个教师参与考察 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 有议员关注当局 如何评估考察团的质量 有些学生说一天的行程 七个小时在旅游巴道渡过 是否可以有一些评分制度 给到不同的学校 知道明年怎么改善 有没有一个机制做得不好的 怎么去勾 每一个团 我们其实都有私生的问卷调查 亦都了解了 还有现在我们大幅减少这个一天团 同时在交通的时间 我们都定了一个限制 不要超过三个小时 我们的监管其实我们除了说收问卷之外 我们会和这些承办的单位 去开会检讨 我们也会问回学校 做得不好 记录不好的 我们不会再发邀请他们入标 有议员问到学生缺席考察的原因和后果 当局说考察是以鼓励为主 也都有议员提到 有学生持户照过关要用超过一个小时 蔡若廉说会加派人手在口岸协助 未来会和内地有关部门商讨便利安排 无线电视机者拿卫尔报道 先有时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先看一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上升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升第四天 标准普尔500指数连升第二天 纳斯达克指数连跌两日后回稳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6,223点升27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3点升26点 联邦储备局主席法威尔虽然重申 有需要时将回再加息 但投资者认为 他没有刻意为市场对明年开始减息的预期降温 美股向好 开市导致跌36点 其后窄幅上落 白屈欲讲话之后 走势好选 下午早段升超过300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房地产股 能源股和原材料股的表现比较好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持续上升 其中德国股市连升第四天 升至7月底以来最高 法国股市连升第三天 升至9月中以来最高 英国股市连升第二天 升至10月中以来最高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75点 升幅是1% 法国CAC指数升35点 德国DEX指数升182点 升幅是1.1% 其他消息 天文台预料今年冬季气温是正常至偏高 寒冷天气日数比去年13日更少 在全球暖化的环境下 天文台说厄尔尼诺现象会在今年冬季至明年春季持续 各地亦都预测华南今年冬季气温会较为偏高 寒冷日数即是气温低过12度或以下 会较去年的13日更加少 而正常寒冷日数是9至17日 不过天文台提醒 日与日之间的天气和气温变化可以很大 间中或者会出现寒冷天气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政府多个官员拍摄宣传片 有市民认为宣传力度足够 不过仍然有不少人未清楚新选举制度 无论蚊叮还是虫咬 吃饭还是睡觉 记住12月10日 区议会选举出来投票 那即是票还是不票 投可以不票 但票就一定要投 大家记住 1.1.2.1.0 区选齐投票 无论是保安局 纪律部队官员 以至主力财金的政府局长都一一出动 他已不同意的桥段 为过几星期之后的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加紧宣传 拍片放到网上 以至电视、电台和户外广告等 政府近日亦都不断讲同一个讯息 玩短片都未够 连电脑的荧幕保护装置都不放过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河培恩在社交网站说 即日起当局的员工他们办公室的电脑画面 只要静止一段时间 就会弹出区选的宣传单张提醒同事投票 宣传公社又能否进入屋呢 市民又熟不熟悉区议会选举新制 今届区议会地封选区选举採用商议值单票制 每个选区选出两个野养 但是选民只需要在自己的选区选一个候选人 即是印一个铁 多过一个铁就会视为废票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北韩领袖金正恩视察空军主要部队 说要做好作战准备 应对敌人的挑衅 美国联同南韩日本和澳洲 对北韩实施新一轮制裁 另外美韩国家安全顾问 将会在下个星期误起一连两日会面 北韩官方潮中社发放图片显示 为庆祝航空节 领袖金正恩星期四 葵同女儿金主爱视察空军司令部 向官兵送上节日祝贺 并观看第一空军司团的飞行表演 金正恩强调部队要加强思想武装 说无论敌人怎样炫耀技术优势 都无法压倒飞行员的政治优越性 又提出包括提高作战态势 和全面提升战斗能力的战略方针 以即时有力地应对任何军事挑衅和敌人的威胁 北韩早前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并指卫星传媒多张相片 声称拍摄到美国白宫 五角大楼 驻韩美军基地 和在日本冲城园的美军基地等 但未有公开有关相片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发声明 说美方联同南韩 日本和澳洲 就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制裁八个北韩人 和一个北韩黑客组织 说有关人员协助北韩区被制裁 为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等囚集资金 又说被制裁的黑客组织 以支援北韩的战略目标 声明又说制裁行动显示 有关国家共同承诺 对抗北韩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 至于被制裁的个人和组织 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凍结 也都禁止美国人和他们交易 而南韩外交部第二天也都宣布 对11名北韩人实施制裁 说他们参与卫星和弹道导弹研发 禁止他们进行任何财金交易 无线电视记者沉为三博道 美国科学家第一次成功 以人体细胞制造出活体机械人 有望未来协助治疗伤口和受损组织 这些在培养命中动动动动的东西 是美国科学家以人体细胞制造出的活体机械人 虽然叫做机械人 但不同传统意义上的金属机械人 而是由电脑设计 以生物细胞为材料人工合成出来 这次是美国塔夫池大学和哈佛大学 卫斯研究所的团队在利用非洲爪哇胚胎的干细胞 培养出活体机械人的早期研究基础上 利用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成年人捐赠的气管细胞 做出的新一代活体机械人 过程中不涉及基因编辑 每个活体机械人都是由单一人体细胞产生 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 部分是完全覆盖纤毛 部分是不规则覆盖纤毛 活体机械人只是透过这些纤毛移动 而移动方式也有不同 部分是直线移动 部分是以小圈绕行 还有部分扭动前进 在实验室环境下可以存活最长60日 研究人员又将活体机械人放入有人类神经元的培养名 用刮痕模移神经元受损 发现活体机械人的移动路径可以填补刮痕 意味着可以促进神经元受损位置生长 虽然研究人员并未破解当中的修复机制 但希望未来可以应用在医学上 有助致于伤口和修复受损组织 而且利用病人自己的细胞培养出活体机械人 再借入病人体内可以减低排斥的风险 活体机械人的生命周期也只有几个星期 欢迎收看世界观 虽然已经踏入12月 不过在香港迟迟未见到寒冬的来临 可以说是切身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影响 今年多国经历极端天气之下 联合国气候大会在亚联游迪拜展开为期两个星期会议 讨论应对气候挑战 到底今天的会议将会聚焦什么议题 将会怎样缓和全球暖化危机 这里是南极 和嘉宁兰 由于人类造成全球暖化 南极已经凍结了几百万年的冰层融化 联合国说融化的速度对比上世纪90年代快了超过三倍 除了影响南极调节地球气候的作用 如果海冰大量溶化 也都威胁到沿海的地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趁着联合国气候大会揭幕之前踏足南极 亲身感受气候暖化对南极带来的冲击 警告在这里发生的事 其他地方都不能够独善其身 联合国气候大会星期四开始 至此去到今月12日在亚联邮迪拜召开 焦点之一是在第一日会议上通过设立的损失及损害基金 以补偿温室气体排放量少 但是面临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协助因为海平面上升而被逼搬迁的族群 或者支援生火候的重建 亚联邮和德国承诺分别向基金提供一亿美金 而英国就提供大概五千万美金 美国就提供1750万美金 联同日本和欧盟成员国的资金 令到基金的总额是超过四亿二千万美金 支合大概是33亿港元 虽然损失及损害基金正式确立 并是莫得捐款被思维踏出了第一步 不过实际上如何执行比想象中困难 根据联合国近期一份报告估计 去到2030年 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三千几亿美金 支合是超过两万三千亿港元 应对气候变化 目者资金明显是远远不够 另外是否所有国家都必须要付钱 或只是由富裕国家去买单 哪些国家可以接受援助等等的疑问 仍然要留回大会去讨论 又争取气候工业团体 特别批评美国 因为与它历史上巨额排放量相比 它提供的资金规模是微乎其微 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就反指 两大排放国中国和印度都应该出钱 不过中国和印度就认为 和美英等发达国家 长久以来排放的历史去比较 中印的高碳排放水平 是近代发展才出现 而且根据1992年签署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是有资格拿到损失及损害基金的资助 而不是要求捐钱 迪拜气候大会领外焦点 是按规定第一次检讨巴黎协定的进展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估计 要实现协定里面 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限制在涉事1.5度内 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减少42%才达标 以为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仍然严峻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信 我是陈雨桥 美国股市上升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升第四天 标准普尔500指数连升第二天 纳斯达克指数连跌两日后回稳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6189点升23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87点升20点 联邦处备局主席鲍威尔虽然重申 有需要的时候将会再加息 但是投资者认为 他无刻意为市场对明年开始减息的预期降温 美股向好 开市道只跌36点 其后疾幅上落 白威与港华之后走势好转 下午早段升超过300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房地产股 能源股和原材料股的表现比较好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持续上升 其中德国股市连升第四天 升至7月底以来最高 法国股市连升第三天 升至9月中以来的最高 英国股市连升第二天 升至10月中以来的最高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75点 升幅是百分之一 法国KEX指数升35点 德国DEX指数升182点 升幅是百分之1.1 美国联邦处备局主席鲍威尔认为 现阶段排除再加息的可能 还是太早 鲍威尔说 联储局压低通货膨胀的工作 有相当大进展 但是核心通胀仍然太高 工资增长依然属于高水平 又说劳工市场虽然已经降温 但仍然表现强劲 现阶段断定 货币政策压益性已经足够 还是太早 他表示经济前景非常不明朗 联储局将会谨慎行事 逐次会议来定利率水平 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压低通胀 美国制造业上月继续收缩 表现差过预期 采购供应专业协会制造业指数 上月没有升跌 报46.7 市场预期升至47.6 指数低过50 反映制造业收缩 而11月份指数是连续第13个月 处于50以下 是差不多22年来最长收缩期 分行指数方面 反映行业前景的新订单指数 由今年5月以来最低回升 由45.5升至48.3 反映生产成本的支付价格指数 年升第二个月 由45.1升至49.9 是今年4月以来最高 库庸指数连跌第二个月 由46.8跌至45.8 接着看看美元最新汇价 美元汇价对日元 卖出价146.777 英镑1.2708 瑞士发浪0.8688 欧元1.0889 多谢收睇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大家好 我是陈如桥 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 罢免共和党籍的纽约州众议员 桑托斯 众议院星期五以311票 对114票 通过即时罢免桑托斯 35岁的桑托斯 在去年11月当选众议员 成为第一位以非现任议员身份 赢得众议院职位 并公开是同性恋的共和党人 但当选之后就丑闻前身 包括被揭发部分学历和工作经历造假 以及俄清妈妈在911事件中圆栏 又因为涉嫌欺诈 洗钱 以及盗用公共资金等罪被控 众议院在上个月初 也都曾经就罢免他进行表决 但是未能通过 桑托斯是美国历尼第六位 被罢免的众议院议员 有分析说 这个将会进一步削弱 共和党在众议院未弱多数有试 区议会选举今个月的10号投票 选举事务署已经向 约433万个已登记选民 寄出投票通知卡 通知投票当日的票站地点 而为了方便身在内地 或者当日往返内地的选民投票 当局在上水的两间学校 设置4个鄰近边境投票站 下个星期二截止登记 但仍然有大量余额 还有不够10日就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全港18区设超过600个投票站 今届特别在上水 设置4个鄰近边境投票站 方便身在内地的选民回香港投票 名额最多38000个 但是由上个月20号接受登记开始 去到星期日一个星期 只有大约4500人报名 占名额的成绩 登记下星期二就截止 系统显示 4个票站名额仍然充裕 只有上午一个时段 显示为小量名额 登记的时候只需要提供姓名 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即是不用身处内地 全港合资格选民 都可以登记去这4个站投票 如果改变行程 在截止登记前取消登记 也可以回回原属的投票站投票 东局也都切穿梭巴士 接载往返上水港铁站 会不会对当日北上或南下的选民比较方便 当然是投完才上 很方便还是怎么觉得 都可以方便的 不用特意去 以免搞那么多东西 反正去少一天 或者改星期六去 或者日日去都可以 投完票之后 就跟家人在香港吃东西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都可以去 朱月板也都在广州东站 附近一个商场 设断板向居越港人宣传区议会选举 有港人说 不知道有鄰近边境投票站 都不是很了解 如果边境的话 会省点时间 即日 可以投完票又回来 这个安排会方便很多 共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认为 4个鄰近边境投票站 足以方便往返内地港人投票 但是据他了解 登记反港投票 多数是在深圳的港人 至于中心广州一些 可能他都要回来 但是他觉得我这么山上出现回来 我会特意为了投票 希望回来除了投票之外 都可以见到一些亲戚朋友 还有香港可能住多几天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 按现时登记情况 配额还没用完 强调军安排是提供便利 不是为了推高投票率 武汐先生记者刘俊玉报道 继续跟进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选情 将军澳新发展区人口逐渐增加 交通需求不断上升 而区内也有不少 不受居民欢迎的公共设施 例如水泥厂和废物处理设施等 也都有机会搬入那一区 日后当选的区议员 又会如何平衡各界的需要呢 环保大道沙尘滚滚 可以说不是新闻 进头的137区长远计划气屋 短期会容纳水泥厂等的设施 当局打算在海湾对面的132区 填海之后将水泥厂截移 也都会设有垃圾转运站等等 这一区区议会直选候选人 又打算如何为市民争取 确保将环境污染减到最低呢 一些水泥车或者田楼车 我们说是赖市 在公路上 譬如他出了英泥之后 他出来的沿路 他会不会是监管呢 可不可以放宽一些政策 可以或者一些法规 是给譬如无论警方 或者环保署 食环署去执行 譬如我们怎样做好附近那些 叫做遮盖的陆化 或者他怎样将水泥厂的设施 硬件上和附近周边的环境 是尽量融合 怎样确保到某段时间 车辆的来活 不会影响大家日常的上工放工时间 这个是最关键的 很坦白说 这个水泥厂搬入了三辑区 其实跟我们的区的情况 是一些不适合的 我们期望可以真的减少一些污染措施 比如说是全天候的监察 比如说喷多些清水 减少一个粉尘的污染 期望亦都是星期六日 他们不要运作 在新选制下 选区涵盖坑口 宝林和西贡市中心一带 福原广 亦都涵盖市镇 香郊 探讨地区议庭的时候 怎样不偏心呢 香郊 我就会继续跟两位 两个乡市委员会的当然议员 继续合作 跟一些村民村长多些沟通 而在市区这边 我一直都有跟一些议委会 或者法团的一些代表去沟通 我会继续加强这个工作 选区的范围是涉及到 不同的版块 人口的性质也都可能不同 那怎样平衡到当中的规划 那所以我们为何要多落区 和多跟相关的朋友去接触 了解到他们真实需要 再去如实反应 因为可能民生无小事 很少的问题都要我们去跟进 在今后 包括不单单入康城 甚至乎西贡香郊 我们自己翠林山穿 康城包园 我都会积极和当区的一些 议计领袖当区的区员 就好像这样合作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 在以民生最优先的一个条件之下 去合作为居民 争取最大的权益 这区候选人还有报称独立的吴有根 他说由于选举事务繁忙 未能够接受访问 随着日后137区的发展 港铁将军澳线会由康城站延长 不少的居民都希望 列车班次日后可以再加密 以免变成中途站之后很难上车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明外医院氧气罪气罚没有开启 病人死亡事故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涉事医护应该暂时休假 等候厘清事件的始末 有心事治疗专方医生建议 有较有急症经验的医护 送危急病人转病房会较好 明外医院三个年之超过十年的医护 未有发现氧气罪的气罚 未有开启五分钟 79岁的男病人最终死亡 原方前一天说 涉事的医生和两个护士如常上班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涉事的三人应该先休假 有病人组织认为 未必需要涉事医护休假 案件会转介到这个社医研讯 事件未完全有一个调查完成的话 去订论究竟谁有责任的话 这个可能会对涉事的人员 不太公平 远方也未必需要强制要他休假 因为这样做会令到同事觉得 标签了他有一个责任的话 这个我们都不想 今次事件发生在病人情况转差 由眼科病房转送深切治疗报期间 有深切治疗专科医生自出 转病房有检查清单 包括氧气罪有没有开启 一般要由医生和护士剔同签名 而一般情况氧气罪会由病房助理拿 但是没有指明要医生、护士 护士或病房助理去开启 如果病人转差你很危急 很多事情要做 未必经过得这么仔细 他建议交由比较有急症经验的医护 例如是深切治疗或者麻醉科医生 负责转送过程比较好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警方说的士车内盗舍 在今年的第三季有上升的趋势 近日拉了一个男人 涉嫌两个月内进行30宗的士盗舍 一共涉款13万 又或全靠车主提供行车记录语片段 协助破案 人有三急有时候很难忍 但是谁想过去洗手间几分钟 就算锁了车都可以成为匪徒落手的黄金时间呢 好像这一辆的士 匪徒见到司机落车之后 大约一分钟已经随即走近的士 拿着小型的工具 拨爆车窗之后迅速偷了财物 整个过程不够十秒 司机去完洗手间回来 已经财物尽失 警方经情报分析之后 星期三在深水埗展开行动 自查一个40岁男人 发现他身上藏有两条不合适 和用来爆枪的硬物 将他拘捕 据了解他有多次同类案件的案底 警方说他趁的士无人看管 或者司机将车停泊在公厕外 短暂去厕所的时候打开车门行劫 甚至会用硬物击碎车窗手略 行劫过程只是短短几秒 警方说他自9月开始两个月 在九龙和新界 至少干犯30宗同类案件 偷走现金手机等等 赤款达13万 今次成功破案 警方说全靠热心车主 他们主动提出提供他们 在案发现场停泊的车辆 行车记录而影像 即是俗称车cam 这些车cam 有些更加清楚地拍摄到 嫌疑人犯案的手法和经过 我在这里想多谢 向警方提供线索的这么多位市民 你们的举手之努 大大地帮助到警方的调查工作 警方今年6月推出宏镜计划 车主只要填写简单资料 包括电话 车牌号码 还有整个停泊的地方 当遇到有罪案的时候 警方就可以联络车主 保留行车记录仪的片段追查 为防止罪案出一分力 母亲自己者留进玉部导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 这三间内地顶尖的大学 近日争着抢一位人才 就是一位卖烧鸥给的阿姨 一起看一下为什么 涉事零下两度的夜晚 北京大学外有大批的学生排队 是为了买烧鸥给 54岁的俄比亚姨陈女士 由2018年开始 和老公在人民大学附近 买烧鸥给 每只15元人民币 之后生意越来越好 就不时到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附近摆档 由于数量有限 烧鸥给有钱都未必买得到 三间大学的学生 唯有想方法抢人才 俄比亚姨因此在网上爆红 她的丈夫就说 只是想低调摆档阳格 现在这个网太烈了 我那天送完清华第二天 还要全国都知道了 俄比亚姨近日开了社交平台帐号 已经吸引11万人追踪 但之后说受不住太大压力 要休业两天 为了满足学生的胃口 人民大学的饭堂 趁机推出烧鸥给 随即吸引大批的学生排队购买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